台下一片红色旗海 洪杜拉斯左派政党自由建国党 欢庆总统大选中取得领先优势 前第一夫人秀玛拉卡斯楚 这一次披挂出征总统大位 很有可能会成为洪杜拉斯史上 第一位女性领导人 妇女票几乎是一面倒的倾向卡斯楚 目前开出约五成一的选票 卡斯楚的得票率过半 自行宣布当选 但是对手阿斯夫拉也没有承认败选 这会对台湾外交产生影响吗 因为卡斯楚曾经说过 胜选就会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大陆建交 外交部我们都有一个及时而且通盘的掌握 我们也会审慎的因应 并且也会加强跟洪杜拉斯朝野的一个沟通 来说明台湾才是洪杜拉斯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外交部最新回应指出会审慎因应最新局势 美国国务院也呼吁各界耐心等待最终结果 最后的结果要等待洪杜拉斯选委会拍板 但是显然已经掀起一场中台外交大战 大陆外交部批评洪杜拉斯与台湾外交没有前途 更炮轰之前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助亲尼克拉斯 率访团前往洪杜拉斯表态挺台是违反游戏规则 大陆官媒态度相当强硬 甚至放话要让台湾邦交国清零 台湾的邦交国本身就所剩无几了 现在如果再去掉几个恐怕台湾将会更加孤立 因此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帮台湾一把 给这些国家施加一些压力 事实上洪杜拉斯的外交选择也是美中角力的主战场 红杜拉斯贫穷问题严重 全国近千万人口一半都活在贫穷线之下 近年有大量难民出走想要投靠美国可是 硬生生被挡在美国国境外 一家走散等等生离死别不断上演 但是也无法回头 常年来的腐败暴力贫穷失业率高涨都让民众沉不下去 再加上疫情当头缺疫苗 此时伸出援手的居然是大陆的疫苗外交 而不是同在美洲的美国 大陆这次借由疫苗外交援助了不少中南美洲国家 试图要松动各国过去对美国的依赖 红杜拉斯是否转向亲中 恐怕也会牵动美国的外交政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